你知道人体各个部位都是什么味道的吗 这句话听上去是不是有些恐怖 先别着急害怕 无有神农长白草 今天脑洞军我带你尝尝 人身上各个地方包括不同部位液体的味道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认真看完这期视频 相信会颠覆你对自己身体的认知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脑洞科普 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点击关注按钮 说到肠味道 有一个医学大牛不得不提 他就是李时珍 没错 就是写《本草纲目》那辈 为了编撰这本医学著作 李时珍可是吃了不少让人难以想象的东西 比如说液体的排泄物 李时珍选用的是十岁以下健康儿童的尿液 呈淡黄色 味道微咸 有臭味 才他看来 这是一位可以入药的药材 能够滋阴降火 止血去瘀 当然也有一些听上去稍微正常点的人体部位 比如说头发 很难想象 头发竟然成为了药物 当其被加工成碳化物之后 就成了一位叫做血鱼的药 同样能够止血化瘀 那么碳化的头发是什么味道呢 根据李时珍记载 头发的味道发苦 但不会特别苦 可以内服 也能够涂在伤患处 除开头发以外 人之间也能入药 是不是没想到 入药的之间 需要从健康人身上挑选 色泽光滑 质地坚硬 这样的之间会带着些许气味 味道呢 有些微微的甘甜或者咸味 也是很淡的味道 那么除了这些可以入药的人体部位 我们身上的其他部位 以及一些液体 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人类身体 不同部位的液体 都是什么味道 我们身体中70% 都是由液体组成的 不同部位的液体 味道自然不相同 但大部分人真正尝试过的 人体身上的液体 应当是我们自己的眼泪 但你知道 不同情况下流的眼泪 味道也有区别吗 眼泪的本质 是透明的弱酸性液体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水 其余部分仅占1.8% 在这1.8%的其余组成中 包含了蛋白质 溶菌酶 无基盐等物质 水也好 蛋白质等物质也好 都是无味的 但无基盐 确实带有咸味的 这就是为何我们平常流泪哭泣时 泪水流到嘴巴里 会品尝出淡淡的咸味 但同样是眼泪 应激性的眼泪 跟情绪性的眼泪又有区别 应激眼泪 就是因为眼部受到了 外界刺激而产生的眼泪 比如说眼睛不小心 被人打了一拳 或者是被辣椒 芥末 气味辛辣的物体 给刺激到了 所以说流下的眼泪 这类眼泪的味道会偏淡 而因为情绪波动 流下的眼泪 味道会咸一些 血液是我们人体中 最重要的液体之一 是一种红色不透明 较为粘稠的形态存在着 血液的组成分为两个部分 血细胞和血浆 我们所说的血液的味道 其实指的是血浆的味道 血浆的组成极其复杂 其中对味道的影响 比较大的三种成分 分别为无基盐 糖 汁类 这三类成分 共同导致血液呈现一种 整体偏咸 有略带甜味的 口感较为滑腻厚重的感觉 说白了就是咸甜口 跟眼泪还有血液 类似的是我们的汗液 汗液是汗腺分泌 来调节我们体温的 带出人体多余废气物的液体 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盐 因此整体上汗液也呈现出咸味 但由于我们皮肤表面遍布细菌 当汗液与这些细菌结合后 产生化学反应 从而散发出一些别的味道 比如说液下的糊臭味 以及一些类似酸菜鱼的绞臭味 那么除开这些 因为无基盐导致的咸味液体之外 我们身体的其他液体 又是什么味道呢 你尝过自己身体的味道吗 当你长期没进食 腹中饥饿难耐的时候 是否会感觉嘴里一阵阵的发苦 如果你真的出现这个情况 那你一定要提高警惕 因为那很可能是胆汁的味道 我们的胆汁一般由肝脏分泌 然后储存在胆囊当中 是一种黄绿色的液体 具体颜色由胆色素而定 胆汁的浓度很高 而且非常苦 能够促进脂肪的消化与吸收 还能与胃液综合 既然说到了胃液 我们再来说说胃液的味道 纯正的胃液是无色透明的液体 略微有些粘稠 因为含有盐酸 因此呈现出轻度酸味 当然了 当食物进入到胃部跟胃酸产生反应之后 胃液会变成一股腐烂的味道 会非常难闻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长期没有进食以后 口中会发苦呢 这是胆汁的味道实在太苦了 当其进入肠胃进行反应时 你刚好处于肌肉状态 胃部又有一些毛病 导致混合着胆汁的胃液反流 这就导致了你口中会出现苦味 因此等你口中频频出现苦味时 一定要提高警惕 及时进行检查 只不准你的胆囊或者胃部 就出现了一些毛病了 说完了胆汁跟胃液的味道 我们再来说一个他的邻居 肠叶 正常情况肠叶是没什么味道的 基本成无色无味状 稍微有些粘腻 但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肠叶就会染上奇怪的味道 比如说肠叶有粪臭味 那你是不是担心出现常委了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